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飞车的特技场面 不知道三位主演在拍摄时 有没有不小心受伤呢 没有 因为现在他们在还没拍摄前 已经有一个模型 然后所有飞车的那个都模拟了一次 那所以在整个拍摄的时候 什么时候他们是真身去拍 什么是真的危险 不需要他们的 我们都很清楚 另外 古天乐在片中艳福不浅 身边总是有很多美女围绕 但问到他是和美女们对戏开心 还是和华仔和三哥拍戏开心 古仔就表示 当然是和华哥和三哥啦 非常的有义气 但是古仔就坦言 这次的决策算是从阴以来最坏的一次 影帝张家辉和任贤起呢 是8号鞋两人主演的电影《沉默的证人》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里 两人在活动中互相吹捧对方 相信此次合作应该会很愉快 影帝张家辉和任贤起 3月18日晚在香港湾仔会展中心 出席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里 两人主演的电影《沉默的证人》被选为开幕电影 张家辉指是从您以来的第一次 心情特别的高兴 其实《沉默的证人》早在去年年初已经拍好 但官方公布今年8月才会公映 这跨度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这次张家辉在戏里饰演一个法医 角色非常的斯文 和他一贯的歇斯底里有所不同 另外这也是张家辉和任贤起 继2004年的大事件后在合作 这次是不是也在拍摄中擦出了不少火花呀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好的人 反正是心好 然后也很谦虚 然后在这几年我也看到他的 在电影方面的发展都很多元化替他开始 谢谢家辉 然后这次有很多对手戏 对我来讲是直接跟家辉学习 跟在互相切磋然后成长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演员曾子丹还有熊大林的18号 在香港为新片夜温四座宣传 曾子丹自爆开拍前两天才看剧本 但就表示这不是一个仓促的决定 指自己和导演有默契 或将电影中的人物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曾子丹熊大林3月18日现身香港国际影视展 为新片夜温四宣传 还记得熊大林在片子饰演夜温老婆的角色 在夜温三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这一集他惊喜的出演 大家都在猜他是不是顶着运渡客串 当然曾子丹跟熊大林坚持说要到影院看了才知道 另外夜温四除了沿用了导演夜伟信之外 还找到了最强武术指导员和平加盟 不过曾子丹自己透露 他是在开拍前两天才收到的剧本 这是否有点仓促了 我不认为观众想看到我不同的演夜温的演艺的方向方法 所以我不担心在演夜温这个人物的精准度 反而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导演有一默契就是 怎么把最真实的夜温在这个故事 遇到的当时的他的心态他的状态 把他最真实的那一面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最后的一秒 然后根据这个故事的情节去表演 另外出品人黄百明在发布会上也表示 夜温四是整个夜温系列的终结篇 这一集不看的话以后就没得看了 一人韩庚的18号在香港出席电影活动 他在自己主演的新片《我们永不言气》中 饰演一位拳击手 韩庚就表示那片中自己都是真打 为此在拍戏前还去进行了拳击训练 现年35岁的韩庚 全部都是真打对或者是他们用一般都会是用中景来去拍 所以就是骗不了人就是需要自己上 所以在拍戏之前有训练有训练大概有两个月打拳 玩在之前的会有一些体能也是在慢慢的一直在准备 另外在片子韩庚饰演的是一个爸爸的角色 跟小演员有非常多的对手戏 其实韩庚也不小了 跟女友如近山的关系又那么稳定 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呢 其实我顺其自然 但我还挺喜欢小孩的 说实话 当女朋友也说也想有家庭嘛 那你们目前有这个计划吗 目前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嘛 对 大家还是在忙着工作 他也是现在也在忙着他的自己的工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娱乐GoGoGo的全部内容了